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YA Diary 我今天來參加自己印的試集了 今天的主題叫做紙刀帶俱樂部 會有很多很多很久沒有看到的炒菜出現 真的非常開心 我們來幫忙看看 到底有什麼東西嗎 自己印的紙刀帶俱樂部 因為有很多的創作者 都和我只在乎你的組成不同 所以兩邊都無法割手的我呢 又來到展場啦 先和各位分享喔 過去我購買小行星的作品啊 都是網購 或是到自己印的門市居多 那我第一次排試集 我拿到28號耶大家 號碼感覺不算太後面啦 不過人潮還是很多 拍了一段時間 可以欣賞一下攤位上的美麗展示 還有先瞧瞧哪一些寶貝要跟我回家 喵大又出新品啦 我的老天咧 這些花不要太漂亮喔 看一下這些紙刀帶 印章還有標籤本 氣質無比 真的非常欠買 在充斥紙刀帶的環境當中啊 這邊我先來插發一下 就是顛目製作所喔 除了紙刀帶之外啊 它的明信片也很可愛 創作者在現場啊 有畫四言會 你看這個風格色調很簡單 又很有質感 如果哪一天各位有遇到的話 可以試試看喔 還有這邊攤位上的小飾品也非常可愛 各種麵包系列的小商品 我其實有點想要買麵包耳環 不過呢 沒有看到我喜歡的波羅麵包 希望下一次有機會可以買到 之前玩Pero香 有使用到儀式波波工作室的作品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 獨樹一格的帥性設計 為什麼會想要把動物的頭 放在人的身體上面 因為一開始喜歡 我們就直接畫動物而已 然後之後我們就選了 畫畫感覺要有一些異種子不在 然後我們就把它底刃 就是幫大家說 其實動物跟人形 然後就希望大家可以 不管是什麼樣子 然後其實有很多主題 就是像這些 就是穿軍裝的動物 對 牠們都是爬妹的那個 或是氣息底被破壞 然後我們就想知道 牠們如果穿上軍裝 哪有武器的話 可以跟人類最好 我偶爾看到一些新聞 然後就會有一些想法出 好啦各位 我現在已經消費結束了 牠呢因為在現場 是滿500 滿1000 滿2000 滿3000 都可以兌換相對應的禮物的 我們就回去看一下 這隻我們兌換到什麼東西啦 好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Snapis Chapter 1 這一卷有很多可用素材 像是各種具有 有材質感的物品 以及帶有 復古氣質的 紙材們 甚至還有像這種 類似像 紗布一樣的感覺 我相信啊 這會是很實用的 拼貼好物喔 再來是 Snapis Chapter 2 這一卷非常多美麗的牙花喔 各種色系啊 各種花式 散發出美好的氣質 那我想不管是拿來搭配人物 或是做出美麗的花圈和皂景 應該都會是很美的一幅畫喔 再來是喵大的 第一卷我們來看到的是 唐梨鮮明 這個系列的花兒比較大朵 飽和度比較低 它所以是帶有一種 小清新的氣質感 可以運用的地方啊 我想是挺廣泛的 再來這一卷是綠眼 相照於前面一卷來看啊 這一卷的花朵比較迷你 帶一點小俏皮的感覺 活潑散落在旁邊的小花 真的很可愛耶 我覺得它可以考慮和前一卷 做一個豐富的結合應用 或是在手杖上面做小小的點綴 應該也可以增添很多的分數吧 我們先來看 我這一次儀式夫婦工作室啊 就只有買兩張貼紙 分別是阿努比斯還有拉 它們都是埃及神話裡面會出現的角色 那再來看一下 這明信片小卡和貼紙們 氣質都非常獨特 筆觸也很細膩喔 把這些神奇的神韻啊 描繪得非常傳神 你看這擺出來真的是氣勢如虹耶 最後我們要看到的是 這一次的滿額裡 是一些可愛實用的小東西 像是這兩款不同花色的口罩 還有紙膠帶 我們再來額外開箱 再另外兩個展覽的好物好了 像是在迷路森林 歡迎光臨迷路大飯店 這裡面我們買的是 校長室報告的龍伯之印章 還有防水貼紙 首先我們看到校長室報告的這個印章 木質感真的很不錯耶 而且因為是龍伯 所以聞起來味道也非常的好 超舒服的 字體也相當的活潑可愛 可以拿來做一些感謝卡上的使用 那這些防水貼紙們更是有趣了 非常適合文具空門來吶喊啊 這麼可可愛愛 必須要在電腦上貼個幾張才行啊 那一張蘋果給我妹好了 我們是買來歸圖文化室 這一款很美麗 也很文青感的文字紙膠帶 字體是這一種收藏有氣質的類型 重點是文具內容優美 也很療癒 還不會太煽情 這類的紙膠帶啊 真的是有打中我的心耶 還有另外一個展覽啊 是我不是胖虎特展 我有獲得一個可愛的硬張扭蛋 那我其實最想要的是生氣的老虎啦 不過這一隻開心的小可愛 看起來很童趣又俏皮 暑假到了 真的是好玩市集一波接一波 不曉得文具空門的暑假 是不是都這麼的快樂呢 希望大家可以和我們一樣 美好的享受每一場市集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留言給我們喔 也不要忘記關注我們的IG 以及每個星期準時收看YA頻道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